Hey guys, what's up everybody? 这个是哥伦布 英文酷 So,这两年呢,Podcast在台湾大崛起哦 突然出现了很多英文教学的Podcast More specifically呢,是用华语教的英文教学Podcast 因为BBC,All years English那些一直都有了 但是这两年就是多了很多华语的英文教学Podcast Anyways,我这两天呢,就是听了所有的英文教学Podcast 然后选了四个我觉得最棒最实用的Podcast 想分享给你 So,我们来个说涂照 And we are starting right now 10秒钟自我业配时间 如果你想学好英文发音 可以去columbus.co看看我的发音课程 或者如果你想轻轻松松一次搞懂英文文法 可以去grammar.co上我的文法课程哦 第一个呢,就是Kevin老师的英文不难 如果你是有听英文教学Podcast的话呢 不可能没有听过这个的 因为他在Podcast的排行榜上面呢 是排前几名的 Now,Kevin的声音呢很好听 而且他的教学呢很亲切很借地气 然后他教的主题呢很多样的 有文法,conversation,有发音,有单字,什么都有的 就是本来比较dry的主题呢 其他的Podcaster会避免 但是Kevin老师都会找到有趣的方式去包装那个教学 Anyways,我们来听听看吧 大家都知道英文很重要 从幼稚园的小孩到超市菜市场的老人都知道 可是为什么重要 你现在问你自己 为什么要学英文 因为工作好早 为了出国旅游 其实说真的出国需要的英文不多啊 那我不会日文去日本也是过得好好的 语言跟旅游没有任何关系 在我看来 学英文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获得咨询 获得知识 不要怀疑知识就是力量 力量就是财富 当我知道你不知道的消息 你怎么可能赢得了我 我举一个例子 现在Podcast最热门的古埃 主持人谢梦工教你投资股票 我不认识梦工 但我敢用两只手指头打赌 而且是最重要的宗旨 打赌梦工的英文一定很好 想想看 你想跟人家做美股 人家苹果特斯拉亚马逊 发出的新闻稿 你读不懂 美国股票分析师写的文章 你看不懂 你要怎么做 你只看K线吗 人家看懂外国文章的投资者 早就卖了 你还一直抱 抱得比女朋友跟抱太太还要用力 就因为你 不知道人家知道的消息 这时候人为刀主 你为鱼肉 这不公平 可是没有办法 你就是会玩人家一步 如果你不做股票 这个故事对你来讲 可能不是很特别 所以我来分享两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我如何从英文得到好处 来试着启发和鼓励你 第二个我推荐的podcast呢就是 这个podcast其实是一年前乐理推荐给我的 因为这个podcast是他最喜欢的podcast之一 这个podcast是有两个主持人的 Adam是一个英文母语者 还有Jenny是一个中文母语者 他们都会找一些时事话题来讨论 然后会聊一些有趣的翻译 文化差异等等 他们都讲得非常有趣的 然后他们的互动很自然 互动很自然也很好笑 但是也听得出来他们是做了非常多的功课的 所以这个podcast呢 我觉得就算你的英文非常好 或者你是英文母语者 你也会觉得很有趣的 so 我们来听听片段吧 好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啊 是很多朋友都问过我们的一个中文词啊 这个词就是颜值 people are asking how do you say 颜值 in english? for years for years I guess we are like good looking people yeah it's the topic keeps on giving right it's a very evergreen topic 这是我们的basic instinct 本能就是喜欢漂亮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颜值在英语里的说法 然后颜值高 颜值低 颜值再现 这些我们都会说 Well Adam had a lot of fun prepping this 我问他说 比如有一个很漂亮的人 到一堆不漂亮的人里面 拉高颜值怎么说 oh yeah we had fun we had lots of fun 他说 啊 这什么 还有这种事情吗 I spent most of the time thinking about Canada's prime minister 拉高国际领导人的颜值是吧 特鲁多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颜值这两个字啊 就是你看它字面上的意思 颜就是face嘛 然后值就是 value 所以颜值就是face value嘛 face worth face worth yeah well so actually we do get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value and worth we don't really have time to talk about that today just keep in mind that English does have lots of expressions about face value but they're not really about people's faces ok 所以face value是英语里的一个固定搭配 它的意思就是表面上的这个价值 right so maybe on a ticket the face value of a ticket might be fifteen dollars but it might be a ticket to see the most famous band ever and people are selling these tickets for a thousand dollars ok 好 那这个意思跟我们说的颜值一个人多好看就不一样 第三个我推荐的podcast呢就是 维尼老师英文听我说 维尼老师呢我是小认识的 他是一个生动活泼很有个性的一个老师 他讲话的方式表情之类的都很戏剧化的 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 然后他也会教你如何用很自信的态度 去克服英文口说 好 我们来听听看吧 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来讲一些文化类的东西 其实在西方的家庭你会发现 大部分的人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 其实都蛮乐于称赞的啦 比如说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 Hey I love your outfit today 就是 哎 outfit 你今天的装扮嘛 就是说你穿得很好看啊 不过其实就我自己的观察啦 我很常跟某些人说 Hey yo you look nice today 大部分的人啊都会跟我说 喝什么啦你就说thanks I think so too就好啦 你可以很有自信的说 谢啦我也这么觉得 就这样啊 It's easy It's easy man 或者呢你是超级有自信 像我一样其实就是脸皮厚嘛 你就会说I know right 这个就是我们中文说 诶是不是对吧 所以I know right就可以这样子用嘛 那如果你是今天在打简讯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大家会用这个缩写 IKR 其实就是I know right的这个简写了 那或是你想要内敛一点 不想跟我一样浮夸 你可以很简单的说 Oh thank you so much 真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说thank you就好了 或者是你觉得很开心 那你也可以说 That's very kind of you 哇你真好啊谢谢你这样称赞我 就是That's very kind of you 那或者是你想要短一点 比较好记的话 你就可以说 Oh how nice of you 这样就可以了 基本上你只要学会这三句 就很简单了 我前面讲那个 Oh I think so too跟I know right 是属于我们这种比较 脸皮比较厚一点 然后比较浮夸的人 所以最简单的就是这三句 Oh thank you so much Oh that's very kind of you 还有How nice of you 你就可以不用每次都很尴尬 然后在那边 不用这样子 你就说thank you就好了 这一类小小的赞美 对外国人来讲啊 它其实很常挂在嘴里 第四个我推荐的podcast就是 学校没有教的英语听力 是一个focus在听力上面的英语教学podcast 主持人是Stephanie跟Janice 都是台湾的英文老师 他们每一集都会挑选一个国外的YouTube影片 当做教材 然后就会播放一小段一小段 中途会分析里面的单字 偏语之类的 我们来听听看吧 我们这次采取的题材呢 好那这边他就说 那他在这边那他就在讲说 我们有很多serial serial就是serial 就是那种早餐股片卖片 是玉米脆片那种吗 对玉米脆片 可是其实他们有很多种种类 很多种口味 然后他就说 If you go down to grocery store grocery store这个字呢 我看的翻译是说杂货店啊 可是其实在国外 他们就是说 就是像超市 就是像我们台湾很爱讲什么 supermarket这样子 其实就是他们的 卖失误的地方 如果在台湾的话 大概是顶好啊 全联那一类的嘛 对对对 那其实像加勒福那种 也有卖生鲜熟食的 那个也是可以算 他们也是可以用 supermarket这个字 可是口语上讲的话 是用grocery store 以前在学校只学supermarket 殊不知他们比较常用的是 grocery store OK but guys 我们结束了 We're finished 我会把podcast的名称 还有链接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有兴趣就去看看吧 还有如果有期待你觉得很实用的podcast 欢迎在旅渐区分享哦 Anyways 我下个礼拜一的晚上9点09分呢 会教你 如何听得懂英文母语者 里面呢 会教你一个很重要的英文发音概念 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 就帮我 订阅 还有 哦 哇 嘿 订阅哦 此外呢 我的发音课程在 columbus.coo 文法课程在 grammar.coo 想学好发音或者文法 就去看看吧 but guys that's it for this video and I'll see you next Monday by bwd6 by bwd6